这一集的话题是在一个星期内从英格兰银行抢了10亿美元的人 索罗斯 首先是说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背景 然后再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很多人听到索罗斯这个名字都闻风上胆 因为他是一个金融巨鳄 亚洲的金融风暴都是因他而起的 但是他几次尝试打垮香港和中国金融市场都无功而回 但是在1992年他却打垮了英格兰银行 从中抢了10亿美元 在这集影片我们将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二战结束的时候 欧洲的国家觉得要防止受到破坏的唯一办法 就是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联盟 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欧洲经济体相互依赖 就不可能再发动另一场战争 这种一体化的最终结果当然是欧元 但在99年引入单一货币之前 欧洲的另一套货币管理系统 早在79年 欧洲共同体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放弃自己的货币 但他们想用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 目的是消除跨境交易时候的汇率波动 这个叫汇率机器的新体系表面上听起来不错 但会使自己国家的银行非常脆弱 很多人每天因为进出口要买大量的货币 这些交易对市场汇率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一旦一个国家成为汇率机制的一部分 就必须不断监控市场 如果汇率偏离太多就要干预 如果有太多人买 中央银行就要出手卖 如果所有人都在卖 就要去买 在没有太多细节的情况下 汇率机制是有缺陷的 因为每个国家都各自为政 有不同的利率通胀和经济增长 如果自己的货币被迫跟其他货币挂钩 他们就无法自己控制了 当时的英国首相Sacher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极力反对 也就是为什么在汇率机制刚开始的时候 英国没有加入 不过随着英国经济在80年代末的恶化 他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 到了90年 英国不理他的反对加入了汇率机制 很快Sacher就辞职了 梅杰当了首相 他是非常支持汇率机制的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当英国加入汇率机制的时候 已经陷入了衰退 当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 中央银行就会降低利率 目的是使借钱成本降低来支撑经济 但因为加入了汇率机制 所以不能再这样做了 英国当时的通胀率是德国的三倍 所以英镑非常弱 如果英格兰银行降息会帮助经济 但问题是英镑会大幅贬值 到时英国将不得不退出汇率机制 但当然是新首相梅杰不允许的 从90年之后的两年 英国经济都很差 就算保持高利率都不足以维持英镑的价值 所以英格兰银行经常在市场买英镑 在这个过程中耗尽了自己的外汇储备 即便这样做 这也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因为英镑已经不断贬值 只是勉强在汇率机制的范围内 当时很多投机者都知道 英镑最终不得不贬值 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从92年的8月开始 索罗斯的基金开始建立英镑的短仓 它首先是从不同的银行 或者对冲基金借英镑 并承诺会给他们一些利息 然后在外汇市场卖掉借来的英镑 转而买德国马克 目的是当汇率下跌的时候 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回英镑 赚取差额作为利润 不到一个月 索罗斯已经建立了相当于10亿美元 对英镑的头寸 但汇率几乎比有变动 他觉得现在欠的东风 是一些能够触动市场的消息 当他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 一天晚上看到了一个新闻 关于德国央行行长说 不排除某些货币可能会面临压力 他觉得这个消息已经足够了 所以再向其他银行和拥有英镑的人再借 第二天早上 索罗斯公开宣布 已经在市场上卖了价值100亿美元的英镑 马上使英格兰银行陷入了一片混乱 英国的财政大臣也跟他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战斗 9月17日上午 财政大臣从银行买了10亿英镑 不过英镑没有任何东径 过几分钟又再买21英镑都没有用 他打电话给首相 要求提高利率 因为英国正处于衰退之中 如果再提高利率 会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所以首相拒绝了 因为他认为这是政治自杀 但随着索罗斯和全球货币市场继续抛售英镑 两个小时后 首相让步了 英国出人意料的宣布将利率提高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幅 当天英国买了270亿英镑 而且再一次将利率提高到15% 目的是如果大家看到有那么多利息的时候 大家会纷纷买入 不再抛售 当仅索罗斯就卖出了一半的英镑 因为当时索罗斯跟其他大吵架联手 所以其他人都在仿效 结果当天晚上 英国政府就宣布失败了 不得不让英镑汇率自由浮动 结果英镑对德国马克下跌了15% 对美元下跌了25%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 从他们的交易中获得了10亿美元 使他一战成名 所有英国纳税人估计要给超过30亿英镑 它不算是了 不算了 完全不是了 因为当时的失败 了或者2,2.5% 所以如果1,2% 如果1,2% 超过2,2% 了解 4% 伤身之中 那是一般一战的一件一件事 那是真的作出了一件事一件事的一天 那是 它是一个安全资 但有问题看看是值得 那这个社会是值得性的 十年十年十年 它只花了在那時刻 所以這是 where 這個分析 最終端端 這是真的一次在一年 當時他真的 當時他就是 George Soros 當時他只說 你不能夠夠的 如果有一件事 我學到他 是當你正確 你真的感覺 你不能夠夠 他最大的問題 如果我能夠分析 是一句話 是一句話 你只需要有馬上 當你正確 那是他的 唯一的 你必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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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 然後你會發現 我們全都 做了 這件事 是 不合適 所以 有個分析 between perception and reality and that's the gap that I have really kind of explored and also exploited all our views of the world are somehow flawed or distorted and then I concentrate on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istortion in shaping events the value of securities or the value of currencies is much more dependent on the kind of incantations or formulas that you are using and so you really are dealing with a process of alchemy rather than a process of science I'm basically interested in manias or what I call boom-bust sequences that is to say processes which are initially self-reinforcing but unsustainable and therefore eventually have to be reversed Give me an example Does a little bell go off in your head when you read the morning paper? How does it work? Well, you know, it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first of all because these processes occur infrequently and there are long periods in between when it's sort of, from my point of view, is noise and that's, you know, sort of just a normal kind of situation You take, for instance, what I called Reagan's imperial circle when Reagan embarked in the early 1980s on an aggressive program of rearmament and was unwilling to pay for it and so it was deficit financing and you had a self-reinforcing process, you know, of a strong dollar, a strong economy a strong stock market which was, however, unsustainable and had eventually to be reversed so it was a boom-bust kind of sequence and I think that I understood it reasonably well So... ...